白大人 白大人 由唐代诗人袁枕所写的文乐天首江中司马 这首诗是袁枕在得知他的好友白居易 被贬折之后创作的 他用景物来衬托自己内心的悲凉和痛苦 整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深厚友情 和对他被贬折后 极度震惊和心中悲凉的感受 袁枕巧妙地将景物与情感相结合 以简单明了的用词表达他的情感 首剧描绘了作者所处的阴暗环境 衬托出他的心境凄凉和痛苦 第二句表明了诗歌的主题 接下来的句子 强调了他听到白居易 被贬折消息后的震惊和不安 最后一句 则是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 和外面凄凉的景色非常融合 都是让人感到悲伤的 这首诗充满了暗淡凄凉的事意 通过诸如 汉 残 汉等形容词 生动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和凄凉 突出了作者内心的感情 诗中情感与景物相互融合 深化了诗歌的情感层次 让人感受到作者与白居易之间深厚的友情 诗中的垂死病中经作息 这句话就像是全诗中的神来一笔 突出了作者内心的震惊和情感的深度 此外 通过含蓄的景物描写 诗中蕴含了金的情感 为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最后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真挚的情感深深触动人心 全诗无不再向我们展示了 作者与白居易之间的深厚友情 和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冲击 让他感到震惊和悲伤 相传在某一年 白居易应得罪一些有权势的人 被贬折为江州司马 但是 白居易此时还不知道 几年后 他将会遇到一个奇遇 从而创作出一生中的经典之作 但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先回到袁枕这里 文乐天寿江州司马这首诗 就是袁枕在通州听到这个消息后所做 消息传到通州时 袁枕正身患重力 被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心情本就不好 然而 当他听到好友蒙渊被贬的消息时 内心更是极度震惊 满脑子都是烦恼和伤感 这些情感很快就涌上心头 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